我們的這個氣勢特別要我問舞蹈就是 像那個阿翔跟那個謝忻 你怎麼看他們這種道歉的方式跟處理的方式 什麼人 真的假的 大事到達了 阿翔是我公司的監製 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那個主持人阿翔 我拍過他廣告 號角響起 怎樣 怎樣他最近有外遇 我沒注意 你都不知道這事 外遇這兩個人的事阿 外遇就是他跟他太太跟第三者的事情而已 你怎麼解決就是這樣子 外遇絕對婚姻有傷害的 絕對有傷害 為什麼不能有這個問題 因為北島就是會發生很多這個地方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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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一樣 北投其實早年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最那個東西就是 很多窮苦的女生 窮苦的孩子 窮苦家庭的小孩子 他必須要被 到那邊去賺錢 對 然後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身分跟客人之間的關係 跟人家中間的觀點 他這很清楚啦 他的概算很清楚 你這個有才華的男生其實會不免面對誘惑 你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是跟我面對的時候 不過這種東西這樣 一定會有嘛 不是不是不是 這種東西應該是這樣子 你要知道整個後果會是什麼 對 你要先有這種心理準備 你有沒有辦法去承擔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 有過誘惑嗎 你問這個問題 還有精神科醫生在那邊就很麻煩 這個東西 但是你還是會想到後果吧 是是是 有過誘惑 沒有 通常導演或是劇團的這個 尤其導演 電視電影團員 通常對於那個演員來講 或者是說 因為當然都會很崇拜 所以這種事情 當然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所以像古老劇團的那個團長 其實都是三個太太 就是三四個太太 劇團的頭肩 都三四個 不過那個狀況不一樣 那個時候以前 以前我們當然做過很多 那種像田吊這樣 以前的歌仔戲劇團對不對 歌仔戲劇團不能小聲小蛋 小聲小蛋 都女兒 那我要維持這個劇團在 我就用感情去連結 甚至比如說你太太 你是劇團團主 你太太演修星 現在有個女生來演小蛋 這個太太甚至會設計 讓先生跟他連在一起 對啊 他就不會跑了 真的 對 對 會不會跑了 退位的利益就對了 對 生存下去 一個團族可能旁邊有三四個女神 對啊 對 三七四屆 這樣這個團就整個 人家辛苦 對 整個 所以你知道以前當團主多辛苦 有一樣 有一樣 像當侯王一樣 完全沒說兩位 你辛苦 對啊 高翁 現在沒有了啦 現在其實這個年代 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就是現在年代比較沒有問題 你面對誘惑你都怎麼處理 沒有 那個沒辦法 你因為如果是你面對人 你不只能就剛剛無捨講的 就是說他後來就很多問題 包括就是家庭的問題 以及跟第三者的問題 其實那個是相當複雜 所以當你要去決定要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考慮所有的那個後果 所以我這次看到那個新聞就是說 有看到嗎 有啦 有啦 那就是道歉道歉 然後他那台又出來講 我覺得那個東西都是一個很辛苦的事 我覺得那個很辛苦 你把面對誘惑嗎 我沒 當然有啊 從以前到時候 那是怎麼誘惑 怎麼誘惑 不是 因為你代團你還是 你當導演 你在排戲的時候 就是說男孩子長得不好看 沒關係 可是男孩子你只要專注的時候 都會吸引癒血 專注 就是你很專注在排練的時候 都會吸引癒血 我說不管我是無捨都一樣 可是那個難免 可是你面對那個女生的時候 你會跟他講 你會跟他保持距離 你就說那個東西就叫適可而止 那他們怎麼誘惑你 他們怎麼誘惑你 你看眼神就不知道 這種東西你問鄧醫師最清楚 女人的直覺一看就知道 男人就看著那個他在看你的眼神 你就知道不知道了 然後問題你太遠在旁邊就看錯 他就問你講說那個喜歡 這一點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他們很久了 如果都彼此認識或什麼 很久的話 這個太太應該很早就 對啊 很早 應該很早就有 Catch到某些東西 女生對這事情很敏感 對啊 所以舞蹈意思是說其實Grace很早就有直覺 Grace是誰 Grace就阿翔的太太 你跟新聞都跟不上 不是導演不需要知道新聞細節 可是他那個評論都有道點 你有發現 我想到很佩服他 不是啊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這種事情 到最後 最干擾的人是誰 因為大眾傳播工具太多了 對 大家都一直說 所以你這邊這邊講 人家這個事情也怪怪的 因為我還是相信 所有情感的東西 就他們兩個人或三個人去解決掉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東西對誰都有 都會有傷害 第三 我們都是外面的人都黑白說 有時候以前也是發生什麼事情 記者說什麼 連電視評論者好像也是做這樣 然後繼續講 其實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社會現實面 不可能是他們三個處理而已 社會現實面就是 他們三個處理的時候 最愛說的就是外面這些人 出名這招 因為台灣的社會是這樣 就是非常嚴厲對待別人 然後非常寬鬆對待自己 對